曾经在花莲待过一年的香港女孩Edo 借着在背包客栈帮忙的机会 手绘记录在花莲生活的大小是 喜欢台语发音的她 因此将各站取名为Lilicoco 有别于以往电脑的手绘 这次是以水彩、压克力和版画为创作 包含将花莲地标、米老鼠 以及道地品牌融入到作品当中 展期到8月23日 欢迎民众可以前往花莲途中青年旅馆来参观欣赏 来自香港的女孩Edo 本身擅长电脑平面设计 借着来到花莲旅游 并在背包客栈帮忙的机会 手绘记录在花莲生活的大小事 日前举办了Lilicoco插画歌展 呈现从6月开始完成十多幅在花莲观察道的作品 6月的时候刚好花莲途中的管家Coco就找我去做 然后让我有这个机会在今天就是办这个展览 然后在6月开始就是一直做就是一些新的创作 因为我想要做一些不太一样的 就是跟之前一直用平板画的东西不太一样的东西 然后所以我就做一些手绘或是版画的创作 然后主要的创作都是围绕这边在花莲的生活 然后就是所以就叫Lilicoco 这是一些零零落落的一些片段或是一些感想 或者是我觉得这边发现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我都用我的作品去表现表达出来 这次各展选在花莲途中青年旅馆 店长Coco表示希望透过这个平台 让Eddo的作品能被更多人看见 一年前就是他曾经来我们途中花莲做过小帮手 因为他那时候来这边住了一阵子 然后做了小帮手 然后后来因为我知道他是一个很热爱花莲 还有台湾这块土地的人 那我看了他的作品觉得他的作品很精彩 但是就是他不太懂得怎么样去宣传自己 那我觉得很可惜 就是这么可爱的作品 然后这么精彩的内容 那我希望透过一个平台 就是因为途中花莲在暑假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人来餐馆 然后来住宿 那我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把 就是多一点的 把他的东西介绍给多一点的人 在花莲的生活 Eddo将花莲地标米老鼠以及台湾品牌 融入在这次作品 有别于以往电脑手绘 这次以水彩亚克离合版画为创作 将围绕花莲生活的大小事手绘呈现 8月15日也将举办手抄职工作坊 教民众如何手绘作品要染纸上 即日起在花莲途中青年旅馆展出至8月23日 更多讯息可上FB粉丝页 搜寻花莲途中青年旅馆 接着掌帮演的花莲师报导